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抢先试驾plus版 我是安凯 今天我们希望通过对比试驾的方式 来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理想万的继任车型理想L8 我们都知道正是因为它的出现 让曾经风光一时的理想万 一夜之间风光不在 所以新老对比 看看他们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那先来说一说 消费者最为敏感的价格 理想L8刚刚在这个国庆驾机之前正式上市 和它一同上市的还有理想L7 当然作为6座中大型SUV 理想L8和理想万之间的迭代关系还是更加直接的 那么这台车它的两款配置车型 价格分别是359,800和399,800 那如果你对于它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没有硬性需求的话 其实它的Pro版本车型 价格只比从今年4月1号起 开始实施的理想万的全国统一零售价 贵了1万块钱 当然这里我们先抛开它的车身颜色和轮圈尺寸的选装 不过现阶段厂家对于即将停产的理想万 确实是采用了降价促销的手段 所以它俩之间的实际价格差距 有可能会被拉大到2万多 甚至是3万块钱 当然我相信真正打算购买理想汽车的用户 肯定也不差这两三万块钱 关键还是在于用车体验 所以价格先放到一边 接下来说一说静态部分的体验 那外观设计方面肯定是不需要我来过多介绍了 一边是大家熟悉已久的 而另一边是和理想L9如出一辙的 而且理想L8和理想L9在车身的宽度和高度方面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又都是5米多的车长和3米多的轴距 跑在路上的话 真的很难一眼分辨出谁是8谁是9 我有理由相信 它们之间很多的车身零部件都是通用的 那么相比于理想万的话 理想L8的车身尺寸还是要略大了一圈 尤其是它的车身轴距 相比于理想万增加了70毫米 对于车内的乘坐空间是一个利好消息 另外就是电信门也是理想L8的标配 好 接着咱们来到车内 我们都知道理想L8的内饰同样继承自理想L9 那相比于之前理想万的三连屏 我觉得现阶段理想汽车的内饰设计理念 确实是让车内每个人的角色感更加清晰了 比如说驾驶席 没有身份高低之分 只要在这个位置上 就应该更加专注于驾驶相关的操作 那为此它也是把包括导航在内的传统仪表盘的信息 都搬到了前锋档上 用大尺寸HUD的方式来减少我开车时候的视线转移 当然这一点在之前试驾理想L9的时候我也谈到过 在白天正午的强光下 它的显示效果确实会受到一些影响 不过总体而言 用它来取代之前的仪表盘也是无可厚非 那另外在中间部分 这两块大屏幕的尺寸和理想L9一样 都是15.7英寸 只不过屏幕的材质是从理想L9的OLED变成了LCD 所以屏幕的厚度略有一些增加 不过画面显示的清晰度依然非常好 而且因为服务于车机系统的芯片 同样是高通骁龙的Bio55 所以操作体验的流畅度 还是让人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同时它的内置功能性都是在向理想L9看齐 那另外在两台车的内饰直接对比的情况下 你也会发现 理想L8和L9它的屏幕摆放 在人机工程学方面是有所进步的 因为之前理想1它的方向盘不仅会对屏幕的一侧 造成一些遮挡 在触控操作的时候 往往需要伸直手臂去构屏幕 那现在这个操作的距离明显被拉近了 所以操作体验的便利性更好了 同时因为它换成了怀挡的操作方式 所以前排中央通道这个部分 手机的无线充电板从一个升级到两个 而且下方也腾让出了更大的储物空间 所以单就前排部分的体验而言 尤其是车机智能化这一块 理想L8确实体现出了迭代的一种进化 那么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也来说一说理想L8 Pro和Max车型之间的差异 其实在车内的部分 最主要的还是后排有没有娱乐屏 以及8155车轨级芯片所使用的数量 当然更核心的还是在于理想L8 Max 它是用到了和理想L9一样 能够在未来实现L4级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所需要的硬件基础 包括头顶上方的激光雷达 还有多一颗800万像素的摄像头 以及更高算力的驾驶辅助芯片 还有在自动驾驶状态下 所需要的一些安全冗余的设计 当然如果你压根就不需要用到 更高级别的驾驶辅助功能 那么这个硬件成本的节省就变得顺利成章 所以我觉得理想L8给出这两个配置版本的选择 也是非常合理而且必要的 接着来到后排 理想L8同样是全车电动座椅调节 前中后三排座椅都有座椅加热的功能 前两排都有座椅通风和腰部按摩的功能 应该说座椅本身的功能性还是非常全面的 而且这台车它对外放电的能力 也是升级到了3.5千瓦 后排部分的这个220伏的电源 我觉得还是挺有实用性的 另外如果多花一点钱去购买理想L8 Max的话 后排部分的彩电还是可以有的 但是像冰箱 智能相分 SPAR级的10点座椅按摩 第二排的4D模式 还有小周版 肯定还是L9的专属 但是如果跟理想万相比的话 就是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我相信光是第二排的座椅通风和第三排的座椅加热 就已经能够让很多理想万的车主摩拳擦掌了 那么在空间部分 因为现阶段已经有了大五座的理想L7的出现 所以坚持选择L8和万这种六座空间布局的用户 肯定是比较看重后两排在均衡使用状态下的空间表现 所以以我1米71的身高为例 在前中后三排均匀坐下三个我的情况下 这台L8它的第三排腿部空间确实要稍微大那么一点 但是如果任何一个位置上换成身材更加高大的乘客 可能这一点点优势就体现不出来了 所以说实话 这两台车的第三排空间都是比较挑人的 没有办法做到像L9那样的宽敞程度 但是这两台车它们的座椅乘坐舒适性感受 本身相差并不是很多 第三排座椅都可以在牺牲一点装载空间的情况下 获得更躺的坐姿 当然L8它的电动座椅调节用起来确实是更加舒服 所以虽然它的乘坐空间表现方面没有决定性的优势 但是这台L8胜在细节 但是在动力系统这一部分 L8相比于理想万 无论是增程器 电动机 还是底盘的悬架结构方面 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众所周知 这台车是使用了和L9相同的1.5T4缸的增程器 还是前后双电机的配置 总功率330千瓦 峰值扭矩620纽米 电池组的容量是42.8千瓦时 在CLTC工况下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是210公里 混动综合续航里程1315公里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来看看 它和理想万的对比实测数据 正值秋高气爽的巴达岭机场 本次迎来了理想L8与理想万 这一对新老选手之间的直接对话 赛前我们可以看到 年龄相对年轻的理想L8 在力量身材和体能方面相比于理想万 都有一些优势 这也是大家普遍看好它的原因 双方首回合 在体能状态都十分充沛的情况下 动力基础更强的理想L8 在0百加速方面毫无悬念取得领先 其实测0百加速的双向最佳平均时间为5.55秒 领先理想万接近一秒的长计差距 也是情力之中 不过放在同级市场 两台车的动力性能都可以用 深大力不亏来形容 而在次回合制动测试环节 理想L8又凭借选装21英寸轮圈 所配备的宽尺寸米其林PS4轮胎 再下一程 将100至0公里每小时的最短制动距离 控制在了37.99米 而使用标配20英寸轮圈 和米其林旅乐系列轮胎的理想万 对此颇有微词 在拿到39.29米的最佳制动成绩之后 愤怒地表示 年轻人不讲武德 第三回合 两台车在迷路测试中的最高通过车速 分别为理想L8的77.1公里每小时 和理想万的78.5公里每小时 看似势均力敌 但理想万在紧急避障时 电子稳定系统的介入力度更大 减速效果更明显 更有利于驾驶者在紧急状态下 对于车辆的控制 经过短暂修整 双方来到最后一局 电池容量略大的理想L8 实测纯电续航里程165.8公里 而理想万实测纯电续航里程154.9公里 看来在充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两台车都可以以纯电行驶 来满足上下班的日常冲勤 随着体能的下降 双方选手都将比赛策略调整为 燃油优先和舒适模式 在亏电状态下 理想L8的实测平均油耗为 7.95升每百公里 理想万实测平均油耗为 7.73升每百公里 放在同级市场 两台车的亏电油耗成绩 都算得上较为经济 那最终理想L8在 综合性能的对比实测中 通过分歧判定战胜了理想万 关于双方选手的 技战术水平发挥 和详细的比赛分析 敬请关注董车弟实测 看过了客观的实测数据之后 我个人认为理想L8和理想万 在机械素质层面的差异是有的 但是没有我预想中那么大 从我个人的主观驾驶感受来说 这两台车的动力储备 都足够充沛 而且动力输出的表现 也都很均匀很线性 加速成绩上那一秒的差距 放在城市的交通环境下 体会还真的不是特别明显 除非是地板垫 全力加速的状态下 理想L8它的加速后劲 确实是要来得更充实 另外在操控感受上 这两台车带给我最直观的感觉 还是非常相像的 最大的感受就是无感 因为理想L8它作为一个 服务于家庭出行的移动空间 确实是在有意无意当中 弱化了我们传统认知里 一台车驾驶和操控的参与感 方向盘 加速踏板 刹车踏板 与驾驶员直接接触的这三个部件 都是非常轻盈的 开个玩笑说就是 男女老少都能够轻松驾驭 那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 这台车真的能够让我们 在开放的道路条件下 使用上它更高级别的 驾驶补助系统的话 那么它的驾驶员 真的就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人 剩下的一切交给芯片和电脑去完成 但是现阶段 无论是理想L8 想要去对标的车型 国产加长轴距的华晨宝马X5 还是我曾经试驾过的 国产第六代长安福特探检者 我认为他们都是这个级别车型当中 最能诠释SUV的第一个单词 Sport的含义的车型 而理想品牌的车 无论是理想1L8还是L9 它们更像是披着SUVY1的MPV 我觉得这样说 可能大家更能理解 它们开起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当然只要用户认可 我个人大可不必 对于它们的驾驶操控有所挑剔 只不过 我依然不会拿它去和宝马X5 这样的车型进行对标 原因我在理想L9的试驾节目里 已经说过了 今天不再重复 那说到这儿 可能有人会问了 这台理想L8 不是同样用上了前双扎臂 后多连杆式的四轮独立悬架 也同样配备有空气弹簧和CDC减震器吗 确实 这台车在底盘悬架的硬件基础上 和L9是完全一样的 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L9的舒适性 空气弹簧的作用更多是调节车身的高度 满足道路的通过性 同时也能够降低高速行驶状态下的风阻 那它和CDC减震器之间的配合 也能够提升这台车的滤震表现 其实在道路条件良好的情况下 这个感知还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当突然遇到稍微大一点的路面颠簸的时候 理想万它的底盘悬架对于震动的化解 就不如这台L8来得更舒服 更柔和 那这个感受还不仅仅来自于我的臀部 从听觉上也能够感受到这台理想L8 它的震动传递是要来得更加轻柔的 所以这台车它的车厢静密性 也要比理想万表现得更好一些 这台四缸增程器的动静确实要更小 而理想万的那台三缸增程器 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哒哒哒哒的声音 传递到车厢内部 所以在动态行驶的状态下 理想L8它的高级感 就是要比理想万更好一些 那咱们综合从静态到动态的整体表现来说 如果把这台理想L8比作是今年的iPhone14 Pro的话 那么理想万可能相当于是iPhone11 Pro 那这种迭代的差异不仅仅留于表面 其实在细节方面也处处都得到了体现 所以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 去安慰那些在近半年内购买了理想万的用户 我只能说我们确实需要用看待当今主流科技产品的眼光 去审视新势力品牌的车型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抢先试驾Plus版的全部内容 更多真实专业的汽车内容 高效的选车服务 尽在动车地